你别提世界票啊 什么世界票啊 你以为是MVP投票呢 全明星说白了 这玩意是个娱乐性的 对不对 全明星当中的成绩啊 通常不太被认可 我是全明星扣篮王了 我是全明星技巧挑战赛冠军的 哪有人扯这个啊 你看没看到 通常就是拉一个榜单啊 就一鸣圈 他整个历史至上 取得的成绩 全明星当中这个 全明星扣篮王也算了 全明星三分王也算 你通常是不算的 因为什么 这属于娱乐性的赛事嘛 全明星赛的 全明星走磨了 这说白了就有点放假的感觉 这不是一把事的 你这个你是不算赛场之上 取得的硬性荣誉吗 这两把事 你要是MVP 你说你全票 那你厉害 对不对 你这是什么 自搞的个人奖项 你这全明星票王 差点 你看通常我们谈到 姚明历史地位啊 也没有谈 说什么姚明啊 整个折胜牙 拿过多少次票王 没有多少人谈这个 谈詹姆斯 有几个谈的 张嘴闭嘴啊 詹姆斯历史成绩之所以高啊 拿过几次票王 有谈这个呢吗 那是娱乐性的赛事 你要认清楚啊 而且人家不需要谈这个 你看不看到 但凡你需要拿这个说事 说明你确实不够硬嘛 姚明都不需要拿票王说事啊 两次二阵三次三阵嘛 这就足矣了 莫宁 莫宁也挺硬 两届最佳防守球员得主 是不是 莫宁啊 我要是没记错 两届最佳防守球员得主 这样的 拿过总冠军 对不对 热火那个时期最终圆满 他与这个佩顿呢 算是最后那个阶段 携手完成了一下 生涯当中的夙愿 对不对 一场呢 荣耀时刻 登上了最高舞台 要不人说德文维德呢 在这帮老将心中的位置挺高 一整视频连线之类的 维德有时候甚至做喜位啊 一视频连线嘛 维德就是说点过分的话 你们说记得当时 维德跟他们老哥几个嘛 视频连线 说什么 他认为啊 后来热火三巨头时期 要更强 比这个06年更强 引起一帮人 这个正义嘛 对不对 其他那些人好像有点不满 但是对于维德 非常准重 因为当初正是维德的表现呢 这样一种超强的发挥啊 让他们生涯圆满了 手套配盾 那个阿朗朵莫宁 生涯圆满了 至于撒奎尔奥尼尔来说 起码当时那个节点 也挺有意义 奥尼尔感觉 对不对 没有科比 我招是拿了冠军了 当时那个节点 他是这么感觉的 后来被科比反朝 这是另一码事 但是你看这些位 对维德都挺尊重 我招费的 我招费的 我招费的